各位 大家会看到来自半岛电台的Aptazera 首先向大家提个景象 稍后会有一些杀人的镜头给大家看到 这些镜头是很难得的 因为明显以色列限制在加萨地带任何影片出来 所以半岛电台偷了这些影片出来给大家看 非常难得 另外为了不想大家太受暴力血声的直接影响 被以色列军队用枪打死死亡的杀人 是剪走的 没有给大家看 这里我把声音关掉给大家看 这里沙滩上有一个巴勒斯体人 这是加萨地带的海边 这边是地中海 它都在走 接着崩 接着看到伊斯利士兵继续在附近开枪 看到子弹飞起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这里也是海边 我想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 一大班背着背囊的人 它很明显 它是举了手 但是被杀 接着伊斯利士兵继续在撕的尸体 抬走尸体 另外这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 这些场面 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报告 来自一个叫做972的雜誌 这里就是说 以色列军队 觉得自己太闷了 所以我开枪 在这个报告中 他就访问了六个以色列军人 只是其中一个愿意 说出自己的性命 但其他五个就要以不记名的方式来说 他说述的是这些退伍军人 在他们服役期间 是怎样对待巴勒斯坦的平民 不是哈马斯 这里就是The Testimony 他们的证供描述了一个 Litter with civilian corpses 充满平民的尸体 这些尸体可以留在这里 这些军方只是在有其他国际的救援组织来的时候 才会把这些尸体藏起来 这里可以看到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是完全不当仁的 在这里下面有这六个人的证供 基本上的证供大致上说 在巴勒斯坦 以色列军队在军事行当中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条例 自从1980年开始 以色列军方已经被问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 Open Fire Regulation 但一直都不肯正式说出来 以色列军队在现场上 自由军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 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开枪 所以现在已经导致38000多个巴勒斯坦人被杀了 当然是指去年10月7日之后 这里其中一个就是 There are total freedom of action 完全有自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了 如果你感觉到有少少威胁 你便不用解释了 你便可以开枪 包括射杀一些年轻的女孩 或者年老的父女 这个可以任意妄为 他也举了一个例子 一例子就是说在11月的时候 就要疏散一家学校 近一个地方叫Seabro 近加沙城市 那些军队就叫逃难者向海那边走过去 但没多久就在里面发生一些枪战 那些人就逃出来 逃出来之后 有一部人就向右转 向右转的人 那些以色列军队毫不理会 就开枪杀死 结果就打了15至20人 是被杀的一大堆尸体在这里 只是因为逃出来的那些巴勒斯坦人 转错方向 如果有一些人出了开枪的话 那些地方 因为他们非常难分辨 Civilian 即是平民和Combatants 在战争那些参战者 所以任何16至50岁的人 男人都是嫌疑人 即是你可以任杀末 你在窗口看出来 一样认为你是可疑 也可以向你开枪 以色列军队 在门的时候 就开枪杀人 来取落 另外 另外 拆人的窗 也是一个取落的手段 这种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军事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民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尊重 不当他们人 而这种情况 会导致很多时候 以色列军人 被自己人杀死 所以当他们要开枪 开火时 要打无线电 在民附近有没有其他 以色列军队 没有的话 便可以任意开枪 就算是这样 在加撒行动到6月的时候 大约有324个以色列军队被杀 而其中最少28个被自己的有军 自己以其他以色列军队的枪所杀死 这里有大堆有军发出的 使得肯说自己的名字 Green 非常愤怒 对于Hortages 俘虏是完全一样 采取他们的Hannibal Directive 完全不用理会有没有俘虏 譬如他们要摘毁一个地道 他们知道如果摘毁一个地道 避孔的人在地道里面一定会被杀 但是他照做一样 完全不会理会有可能有自己的同胞 有自己其他人被孔在地道里面 这些现象就很明显 这里颇场 我现在和大家读了三分一都不到 我留给大家有兴趣自己慢慢看 因为大致的内容 只是将以色列军队在架杀地大 那些无法无天 是用记事方法和大家说清楚 这些在哪里 什么时候 谁 我不知道这些全部都很清楚 这是作为一个证供 但作为了解情况 其实我们已经足够了 已经知道 在架杀地大 以色列军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 但是偏偏他们那种 你能够一壶就说他们是最有道德的军队 我相信军队自己本身没有 唯有用言语描述加进去 这个我认为绝对不是有莫道德 其实已经完全罔顾人命 这种行为可以构成战争罪行 个别的士兵执行这些任务 也有可能是干犯了战争罪行 而当然下命令或者不下命令的高级的军官 一样犯了战争罪行 而去到整个国家容许一个这样的情况 出现的军队领袖 即是说以色列的内阔的大部分的官员 都一样是涉嫌犯了战争罪行 所以当比如如果国际法庭 真的向以色列的手上发出通緝令的话 相信他会推几个这些前线的士兵出来 就是做替死鬼的 就说没有啊我没有命令他这样做 是他们自己做的 但这些事情我们旅见不善 我们欧洲是这样 在美国当然是这样 朱利亚阿山主被美国通緝十几年 纯粹是因为揭露了美国政府的恶行 朱利亚阿山主被追 但犯这些战争罪行的士兵就逍遥法外 所以现在我们直至公义可以得到正式执行之前 这个形象会继续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也使得我非常沮丧 但是这个现实 只可以和大家分享 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普通市民可以做的事不多 但其中一样可以的 就是彻底地抵制和以色列有关的任何伤业机构 我们下期滅茶变 fruits 写茶变了 我今天下期滅茶变了 或者你侠逼薄